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那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们看台北股市上市跟上跪 又呈现两样情 来加全股价指数今天是上涨65点 盘中最高涨了104点 ODC开高可是压回 其实ODC的压回 已经在我们跟各位预告当中了 因为这个月线这条还是下弯的 所以当他在这里一个 ABC的一个小波回档修正之后 然后往上攻到月线之上之后再回撤 这很正常 所以ODC基本上来讲他在整理 他在整理 那各位看一下今天 加全股价指数跟ODC 上涨跟下跌的加速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上涨加速上市的上涨663加 下跌427加 那ODC的部分 变成是跌多涨少 只有368加上涨541加下跌 也就是说进入到8月份 那指数来到12800点之上 到13031 中间这一段期间 那我相信台积电跟联发科 功不可没 可是台积电一直没有办法过去 联发科也在整理 鸿海相对弱势 连月线都没有站上 今天起而代之的是什么 低档富邦金 国泰金突破月线 有没有看见 指数部分感觉是 有撑盘力道 可是个股需要调整 所以现在我觉得 加全股价指数 应该是横盘整理 那个股的调整 比较重要 好 来我们来看 那今天其实有很多股票 持续往上攻高 原钢 今天收最高 这很明显的 这档股票 从我们当时跟各位报告 过高 然后整理 那今天准备再创练个高点 有没有 这个位阶 过高 压回 前面的上涨 在反映 第二季的财报 那等到这个地方 一突破之后 一突破 又涨另外一个 所以明天 当然了 毫无疑问的 这个明天 势必再过高 势必再过高了 会涨到哪里 不预设立场 因为业绩在这里 持续的 发酵 好 那我们也是在强调 远端视讯 因为像美国 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复刻 各位能想象吗 我们的孩子 已经在放暑假 可是美国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回学校上课 那至于远距办公 这个我想 是全球的趋势 因为跨境旅行的 门槛 你看现在 你不要说出国去 出差 现在连出国 都成了遥不可及的 一个事情 所以 远端 视讯的要求 以及远距教学 加上AI边缘运算 跟NVIDIA合作 很快的 这辆股票要公布半年报 半年报 第二季 0.88年公布了 去年0.02 那今天 再拉尾盘 这个整理完之后 还会再上去 还会再上去 这原展也是一样 当时跟各位讲 掌上来平台整理 连续收红 今天的3669 再创新高 这股票其实就是强者很强 那未来 还会延续这样的情况 这个趋势事实上是不会改变的 就如同我跟各位讲 现在就是因为 美金超弱 所以热钱 它进来台湾 是有利可图 是一个趋势 所以不必预设立场 那原钢原展 你可以看到 这两张股票 持续来大涨 所以台北股市 我想基本上来讲 就是要领先布局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哪一些 我觉得散热族群 也可以留意 像立志 礼拜三 拉到涨停板 对不对 那你回头看一下 礼拜三涨停板 8月5号涨停 你如果事先买 领先布局 那么你这一支涨停板 是扎扎实实的 10涨停 不是那种微涨停 不是说涨停有真的假的 而是说 你是真正是赚10% 因为你在这里买 跟你在这里加码 到这边涨停板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吗 你买进 加码 涨停板 那么即便是 就算你今天买 你买到最高 这里 你也是怎么样 我讲 大赚几乎10%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有数字的股票 对不对 法人就会布局嘛 那348正在立志 在这里 持续攻高 持续攻高 今天再创新高 也就是说 当OTC还在月线之下 整理的时候 你领先布局 布局到对的股票 其实你是不用管大盘的 对不对 其实你是不用管大盘的 买进 加码 股价收这里 所以呢 扎扎实实地赚钱 领先布局 因为 现在的操作 如果你短线上去追高 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很多人在前波套牢的股票 这里到底该怎么操作 举个例子来讲 生技族群 因为疫情的影响 国光生 我讲 离前波高点蛮近的 当然今天上下震荡 那国光生疫苗族群来讲的话 是观察重点 检测试剂的台康生 用跳空的方式过高 过高做震荡 当然 台康生6589 被分盘交易 所以这个有流动性的问题 那短线上就是 先观察 因为五分钟一盘 那五分钟一盘的话 基本上 它已经领先过了月线 已经领先过了月线 所以过高跳空涨停板之后的 一个量缩回档 原来是多头股票 那检测世界的台康生 另外 像大疆 子宫是大疆基因 开发自动化新冠病毒的 检体检测设备 就是你检体送过来之后 它可以快速检测 它不是那种直接的 那种检测试剂 可是它是把你的检体 来快速的 做个分类 做确认 那子宫是大疆基因 开发出来的 最主要8436 你可以看到 去年赚17块钱 那第一季还是赚了3块1 对不对 那这是有实质获利的公司 那再来看下去 外资持续的买超 对不对 相对上面还有相对强势 你有没有看见 事实上大疆是相对强势的 可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它基期够低 有没有看见 我再放一次给各位看 它的基期够低 这相对的高点 从552块钱跌下来 那现在在300块钱 从500多跌到100多 现在在300多 所以它的基期是低的 它的基期低 但是短线上是强势 有没有看见 所以就我常跟各位讲的 股票不要去追高 其实追高 股票涨多是最大的利空 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跌升是最大的利多 所以你要分清楚 你不是去买它的业绩 因为业绩是过去的绩效 业绩是已经公布的财报 你应该是从基期上面去看 如果这档股票基期相对低 那么你去买它 你不用担心在高档 买的人会倒给你 你也不用担心 你现在去买 是去帮上面的人做解套 那一样是病毒检测 我说为什么瑞基你要注意 因为基期不同 因为基期不同 所以你仔细看看 大疆这一波从这个地方 100多涨上来 涨到今天300出头 可是瑞基 你延续这样看 它从435跌到今天最低 是213块钱 那到底这个地方低还是高 那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想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礼拜五 它在拉 但是如果礼拜一开低 你就要注意 有没有 因为它没有办法融资券的 所以打下来一高之后 马上就下来 这个完全跟基期有关系 但重要是要领先布局 要领先布局 所以我相信 有些股票领先布局的情况之下 要赚钱其实不难 要赚钱其实不难 来 这两股票 今天早盘 轻轻松松的买进 股票不要追 慢慢的垫高之后 对不对 横盘 你在这里轻松的买进 然后越电越高 越电越高 越电越高 就如同我跟各位讲的 你像立志 你轻松的买 然后股票慢慢变高 到今天创新高 它慢慢涨 但是它涨不停 那这两股票也是一样 早盘轻松买进 中场垫高 尾盘收相对高 那这个股票 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你可以留意 它的业绩 大爆发的股票 其实就是 未来股价最好的保障 那这档股票 我相信 我相信 未来还会再大涨 未来还会再大涨 这里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明天后天 我们还会再切入 再去买 还会再去买 就像我们之前跟各位讲 原展 今天再创新高 原刚 当时跟各位谈的时候 在这里 后来从这里 一路往上突破 明天又要过高了 所以很多股票 领先布局 精彩在后面 那当然这个礼拜 父亲节过了 可是呢 很多人还是在打电话 来询问 他说 这一波没有赚到的钱 看到我们在跟各位 所介绍的原缸 原展 甚至在最近近期 散热出去的力志 都持续大涨 他们都很希望说 按照我们选股的模式 能不能够持续跟我们一起操作 甚至很多人还问说 那父亲节的这个专案 到底 还有没有 我今天破天荒的 我说过 辛苦的爸爸 大家加油 父亲节 我今天再开放一天 父亲节的专案 我再开放一天 你没有跟上的呢 今天把握机会 跟上我们父亲节 最大的优惠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 包含半导体的股票 我也跟各位讲 我说来 IC设计当预态 当时在这里 我跟各位讲 领先布局 提早布局 有没有 我讲的是 当你业绩或是你的半年报 即将公布之前 你不能等到业绩公布之后 股价往上走高了 创新高了 你才去追 那这样是会很危险的 你一定要领先布局 有没有 在这里我也跟各位讲 不要等到过高点之后 过高点之后 小心 8月4号 222收最高 一开高压回 我告诉你 创高不要追 你要注意 要公布营收了 要公布半年报了 对不对 7月营收 1.64再创新高 全部获利出清 全部获利出清 有没有 在这里跟各位讲的 创新高 不要追 隔天全部获利出清 那你就多了一笔资金了 你赚钱放在口袋里面 你多了一笔资金了 所以我说 你每天5% 你一天5% 你两天是一个涨停板 你不要想说 我一定要去买 买了之后马上就涨停 就大涨 现在的行情 你去追高 很容易受伤害 所以我讲 我不是鼓励各位去放空 也没有 我说这个行情 你是要做多的 但问题是说 你现在是一步一步去累积 短线上面 一档股票 一天5% 明天3% 后天就算拉回 那大后天再涨回来 所以你慢慢累积 重点是你不要去追它 立即 4968 准备突破 我都看好营收会成长 后来果然 公布营收 创新高 全部获利出清 公布营收 创新高 全部获利出清 全部获利出清 对不对 拉高 获利出清 下来 那你立即赚一点放口袋 你郁泰赚一点放口袋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档股票 你就有资金买了嘛 所以早盘在这里 轻轻松松的买进 之后慢慢垫高 慢慢垫高 对不对 没有涨停板 明天准备喷出啊 明天还会再涨啊 所以明天呢 是不是好的买点 我们还是要出手 对不对 那今天先领先卡位 慢慢布局 轻轻松松的 盘中来到最高之后 尾盘 相对高点收盘 明天再上去 你就是扎扎实实的转 明天如果涨停板 你就是扎扎实实的转 一个涨停板 原钢 有没有 震荡整理 我当时跟各位讲在这里 你要注意 营收 获利 从这里慢慢垫高 明天就要喷出了 远展 来 在这里跟各位讲 有没有 7月24号 也是慢慢垫高 今天再创新高 立志 买完 加码 涨停 今天创新高 所以大家的操作 我想目前 你说你要买一个股票 涨停板 然后直接又喷出 又大涨 又大涨 又喷出 不太可能 机会不大 你也不敢去赌 但是这个股票 有量 有价 早盘买进 盘中拉高 尾盘收相对高 明年还会涨 明年还会涨 明年还会再涨 所以我想操作上面 就跟各位谈了 这个重点 有没有 你在这里领先布局 你在这里领先布局 远展在这里领先布局 后来不是都上去吗 所以我想相对的上面而言 股票市场里面 就是看谁先卡位 这两天很多人来问 那我特别开放 跟公司 拜托 我说很多人 认同我们的操作 那也希望说 在第一时间 跟着我们布局 所以我想 这档股票 我们今天买进之后 尾盘收相对高 明年还会再涨 延续的 父亲节 唯一一次 伟大的爸爸 我也做爸爸的 我能够体会爸爸 我也是人家的儿子 我也知道辛苦 上面要养 下面要养 来 大家加油 父亲节 唯一限定 好不好 破天光 再开放一天 父亲节的宣案 今天跟上我们 好不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 发发发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观众